OK 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邓宏说新闻 我是美国联邦律师邓宏 其实每一天我们都想利用这个节目的时间 报道一些最新的一些消息 当然很多媒体都是报道 疫情的话是都说破纪录 破纪录死了多少人 所以很多家长都说 哎呀不要样子还是看新闻的 毕竟里面 too depressing 不过说我们的新闻角度的话 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挑选一些一些政策方面的 还有案例方面给大家报道 所以每一天我们的节目里面都是一样 从新边那些抗疫的新规定里面开始谈 谈到从我们新边的 罗换机市政府加州 以后到全国范围还挑选一两个案例 给大家分析一下子 今天也是一样 首先在抗疫这方面的话 有一些最新的一些报道 就是首先是Dr. Farsi 今天正在国会里面出庭作证 这个当然这个作证这部分 在三个星期以前Dr. Farsi 也到国会区里面出庭作证 当然这个作证主要也是 这次跟上次不太一样的话 上一次是在参议会里面作证 参议会是共和党所控制的 所以的话他所造职的委员啊 这些还有主席都是属于共和党的 所以那个部分的话攻势不是很猛 今天的话攻势可能会很猛 主要是现在作证是在国会众议院里面去 众议院是民主党所控制的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他们主要听证的话 就职重在经费这部分 因为国会有权利说 你花我的钱怎么样 花到哪里去 我省的预算很重要 所以他不得不请这三个专家 Dr. Farsi其中一个就是疫情的情况 另外一方面的话 Dr. Refill 因为Refill这个CDC 这个他是在上个礼拜以后重新更改了 福校里面一些政策 以后里面谈到的话 福校的话 学校福克危险不是很大 所以的话基本上政策已经有改变 还有一个的话 南部很多地方 包括加州在内 全国性的新冠病毒检测工作 一直跟不上 Dr.这个叫 Admiral Jorah 他自称之时是将军 其实的话他是属于卫生服务署里面下面这个部分的一个 可以说是官员 但是他这个人的话以前也介绍过喜欢出风头 以后穿上这个制服好像自是军人一样 其实他这个是民官不是说五官这样子的 但是他喜欢出风头 但是的话他也被开除过几次 但是的话川普喜欢他因为他会拍马屁 所以他负责全国的检测工作 今天的话也会在民主党听证会里面的话来出庭了 当然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政治秀 为什么 今年是选举 现在离选举日期不到一百天 可以看得出来的话 民主党会想办法利用这个机会来展示出 川普政府没有一个全国性的计划 以后在抗议方面的话能力不足 当然这个共和党的话议员他也会利用这个机会 希望的话能从Dr.Fashi口上讲出一句话 就是说在抗议期间的话 国际政府要禁止民众游行抗议 我们知道的话从六月份开始 各地因为弗拉伊德的案件 引发了不断的游行示威 甚至现在的话除了Oregon之外的话 斯雅图还有全国各地还是有不少 这些反对警察暴力行为 这种游行示威还是不断进行 很多游行示威的人士没有戴口罩 机会非常多 所以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偷到Dr.Fashi口上来说 你这些民众的话要取递 你地方政府他不能够中用这种的话 示威游行示威的活动 所以两党都是想利用这个国会作证的机会里面 表达自己的一些政治理念 另外一个新消息是川普总统今天的话也决定给法国的一家药厂叫Sanofia Sanofia是法国最大的药厂 也拨款的话提供21亿美金作为疫苗的研究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除了美国先前曾经有两家药厂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贷款资助 这次的话是法国一家公司得到这个贷款 希望能够神速的少出疫苗来能够让民众早点得到疫苗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政府的话利用一个中享之下 比喻永福花了用数亿计这种资金来鼓励药厂尽快开发出抗疫的疫苗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影响到我们华人很多新移民的这个消息 就是从8月3号下个礼拜开始移民局可能会大部分的员工 过半以上的员工都会follow就是平薪留职 以后他们不上班了 不上班的话工作还是保住 但是他们不上班不发薪水 所以这个follow的话大概影响了有13000名资源会被follow follow之后的话也会影响到很多民众的绿卡公民申请 CIS的话它是属于一个服务部局 AIS的话是属于驱逐的执法局 所以这两个部门工作不一样 AIS没有受影响 但是CIS我们民众好像申请签证到期了 要申请延期绿卡 要延期申请绿卡或者是申请公民 这几类的话都是属于CIS的话 移民服务局所提供的服务 他们每一年的经费的话大概有12亿的经费来维持 其中大部分的经费是来自申请人的交的费用 在过去三个月到四个月份的话 基本上移民局是停工 所以这种没有收入 现在的话一单子follow之后的话量还是囤值了很多 但是的话没办法收到钱 这种情况之下很有可能follow的时间会有一段时间 并且尽管拿到经费服务的话 这估计归费的话会估计会涨百分之十以上 所以以后申请绿卡公民的话 还是各种跟移民局打交道的费用有可能会上涨百分之十 回到我们先边罗汉基市议员上次也讲过 叫Hosea Husa 他的有四大开扑项目在他的选区里面 他因为涉及到贿赂 其中的话贿赂他有两家是来自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家 四个项目之中有两个是中国开发商的 他现在在两个礼拜以前已经是被逮捕 逮捕之后联邦政府会透过两种程序来进行正式的起诉 一种的话就是透过公开的场合出审 以后向法官呈现这个证据 一般的话地方政府州政府的案子会透过这个出审的程序 英文叫preliminary hearing prelim这种方法的证信 大部分的话联邦的案件他们采用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大陪审团 大的陪审团好处的话它是保密的 以后外界不会有知道 以后被告也不会在场 被告律师也不会在场 主要是检察官将这些证据说给20到24个大陪审员里面的话 所以大陪审员的话在秘密的情况之下听了证据 他就说确定了一下这个罪名成立 那个罪名不成立 以后以这个理由的话就是真正return 就是回来了这个起诉书 这种情形的话在联邦案子99%以上 都是透过这种大陪审团来提出正式的起诉 在今天早上大的陪审团对这个市议员提出了34项的贿赂罪的 还有共谋罪的起诉 在这个过程之中也可以看得出另外一名华裔的副市长 Raymond Chen也先牵扯在里面 在指控书里面他已经提到 他指控这个市议员HUSA跟当时的华裔副市长Raymond Chen共谋 以后他同意以150万作为一个交易 以后以这个理由里面就是起诉了这个市议员 不过来说这个Raymond Chen现在还没有被逮捕 还没有被起诉 他也拼请律师他坚信自己的清白 不过现在从HUSA的起诉书里面可以看得出 将来的话Raymond Chen起诉的可能性非常大了 我们华人之中在两个行业 一个是餐饮业 还有一个是按摩业 再到任何一个小地方去的话 你要我出差到一些很边缘的城市里面 都可以看到这个Buffet店这个自助餐还有按摩店 所以按摩给我们华人新移民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 就像越南人做指甲柬埔寨人做东了 以后我们华人的话基本上始终在按摩业这个行业 不过来说因为这个疫情按摩业的话受了很大的影响 LA Times的话今天也那是纽约时报 今天也做了一个强势的介绍 所以现在按摩业的话也受很大的影响 现在基本上要开始复工困难重重 他将按摩业按摩这行业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这类的话有可能是牵涉到essential 生活必须的行业 这个部分里面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是中医诊所 这个部分所提供的或者是一些chiropractor 这个部分的话作为物理治疗师这个部分 这种按摩的话是属于生活必需品 是可以正常的营业 另外一类的话就是像指甲 还有理发店还有按摩店 这一类里面现在加州政府的话 有这个颁布了维生禁令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的话就像旧金山 还有这个其他几个这个地方 它是全部不允许你开业 第二类以后现在百分之这个50以上 加州有58个county 所以八个county里面的话是绝对不允许 这个另外50个county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做 但是可以必须要在户外做 这个户外提供服务 所以现在罗汉基县 Riversite San Diego 这些地方里面的话就是说你可以提供 按摩服务但是你必须在户外进行 户内还不是允许 所以现在的话就是说就像 Pasadena一样它允许户外餐馆 这个提供唐食服务 但是桌子必须在户外 所以它将Colorado就封起来了 以后很多乡家的话可以在户外里面去 当然的话有些城市的话你户外进行 必须要拿到市政府的这个许可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每个城市有不同样的规定 所以从事按摩业的业者的话 如果真的要开门要户外里面 不妨跟地方的市政府联络一下子 看看自己在户外户略帐篷 有没有特殊的规定或许可 另外一个新闻是在这个一个网站里面 非常影响力的叫Politico 这个网站的话就专门报导美国政界的最新的消息 在昨天的网站上面的话 他看出了这个驻美的中国大使崔天凯的一份评论 这个文章里面的话它最终要表达一个意思 就是说这个中国愿意善意发展中美的关系 以后希望美方的话能够将中美关系回归正常的渠道 所以这个部分针对的话就是说 他这篇文章的话也是针对Mike Pompei 所发出的这个反中宣言 反共宣言这个部分的这个回应 这个回应里面他就谈到1979年 邓小平这个首席来到德州 以后并且在Huston郊外的一个叫Simonton 这里面的话戴上牛仔以后大吃牛耙 以后建立了跟Huston建立了深刻的友谊 后来这个Huston过去40年 这个为南部八个州还有Portorico 这些推动相务往来文化交流旅游 还有这个教育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 尤其是可以看得出Huston的话 在中国民众心中里面是非常友好的城市 姚明火战队的很有名 并且现在已经在Huston有300家中国的企业 在Huston投资一共投资金额的话 有230亿创造了不少的就业机会 他也引用了尼克松访法里面的演讲 他说我们要共建中美之间的话 我们要共同建立一个在不同体制之下 能够相拥的一个合作的关系 能够存异求同的情况之下 共同追求和平世界的和平发展 同时的话他说他一再强调的话 中国金管就是Huston中领馆被关掉了 以后他们不得不采与对用的措施 就是关闭成都这个中领馆 这是外交对等这种做法 不过来说中国政府还是希望的话 这个对中美关系的立场还是没有改变 还是希望能够透过对话 这种基础上面的话 本质者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 来创造双赢 所以他的论点的话还是一样 表示中国政府的话就是说 尽管你关了我中领馆了 但是的话我觉得的话我们还是要回常 还是要维持中美友好的关系 这个方向发展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属于 自从Tom Pompei 这个发表这个原论之后的话 他也是中方官方也引用了尼克松的一些立场 表示的话中美的关系 希望能够回到原来这个方向发展 不过来说在目前尤其在三个月将来三个月之内就选举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尽管崔天凯这篇文章发表了 美国可能不会对他的这个善意的呼吁 会有做任何的回应的 另外一个新闻的话 在昨天也是透过Mnuchin财务部长口里面 证实的 就是现在这个TikTok也是北京 这个抖音的海外的 以及这个APP里面 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报 调查报告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他的所谓的调查主要也是想引用了CIFAS 就是外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审查五言会里面的报告 他已经出炉了他在这个礼拜会递交给这个川普总统 让川普总统做一个选择 以前也解释过对付TikTok的话 主要可能的话就两种 一个的话将TikTok的话列为实体名单 又牵扯了美国国家安全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个TikTok 当时收购了一个叫Muzilead 这家网站里面的话 它是属于外国企业收购美国的企业 需要经过这个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精神审查 可能审查里面的话他认为不合格 所以他用两种方法的话可能会采取一些行动 不过来说现在这个TikTok也是呼吁声很大 以后怎么解决TikTok的话也引起各界的关注 国会通过的一个这个国会通过的一个S3455 这个是在国会众议院提出来的 要求政府部门不能够在所有的 他的政府的iPad这个电脑上面不能够装TikTok 同样的所有的员工也不能够使用TikTok 这个Joe Bandon他昨天也是宣布 他们手下的所有选务人员不能够装TikTok 以后表示的话就是说担心TikTok的话 会造成国家安全的问题 所以现在基本上的话TikTok的话面临两条路 一条路里面的话就是TikTok的北京 这个叫字母跳动公司 有可能他现在基本上的话要做出选择 要么是被面临关闭 要么就是将这个公司的话 这个收购出售 让被美国企业投资人收购 因为毕竟TikTok现在已经说全球有10亿户 10亿人的用户 自制的话500亿 以后美国的用户就有8000万人 所以这个目前现在有可能在将来 一两个礼拜之内 TikTok可能会面临很大的变化 当然的话TikTok的投资人包括了很多像高盛 还有这些美国的企业 我相信他不会被这个不会被这个关闭 有可能的话他们会就是股权出样 让中方的投资全部退出 变成一个完全是美国投资银行 这个venture capitalist 这个本风险投资企业的控制的 以后再改组再上市 因为他现在毕竟已经是这个 一个unicorn是一个上亿的价值的公司 这个不可能会将这家非常有值钱的公司的话 这个打掉 所以这个部分TikTok将来这几个礼拜 会面临一个重大的改变 另外一个的话 我们大家是比较关心一点的话 就是唐娟这个案件 我们知道唐娟的话FBI已经宣布 唐娟躲到中领馆里面去 中领馆的话他后来是怎么出来的 是FBI冲到中领馆里面带人呢 或者是唐娟偷偷摸出来被FBI抓到 外界里面的话猜疑很多 在中国洛杉矶时报的网站里面 他今天透露了这个 当时唐娟是怎么样子被逮捕的过程 但是这个消息来源的话 主要也是从这个唐娟的公社律师 叫阿里桑扎娟 向法院提供的文件里面所透露出来的 他说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 唐娟从中国来到UC Davis里面的话 做这个脑部癌症的这个脑流 这个癌症研究 以后在6月20号的话 FBI约谈了他 以后并且在谈话之后 没收了他的护照跟签证 在6月20号 在6月26号的时候 他们决定起诉这个唐娟 这个起诉的话 当然这个起诉的时候 他有两种方法 一种的话 大部分的案子都会undersue 就是秘密的要封密起来 所以外界查不出 已经起诉了 检察官的话可以要求法官 我签署逮捕令 但是要undersue 不要让外界知道 因为担心被告知道之后 会逃走 所以这个indiamond的话 在6月26号的时候 已经是起诉了 但是是undersue 是秘密的 但是FBI一直要想办法找到唐娟 以后一直没找到 在7月23号的时候 这个探员 联盟探员 知道唐娟在中领馆里面去 所以他就向FBI的探员 直接到旧金山的中领馆里面说 我们已经起诉唐娟了 希望他能够自首 当时唐娟的话也表示 也同意自首 以后愿意的话 他自愿的情况之下的应诉 但是的话 他有病 他有气喘病 所以气喘病的话 最后的话 中领馆的工作人员 陪同唐娟的话 到了诊所里面去看病 而且他没有 这个没有 身体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这时候的话 这个FBI的探员就在诊所 以后外面的话 将唐娟逮捕 以后 以后 送到Sacramento的联邦监狱里面 候审 当然 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他说 很多外界说 他的女儿放到中领馆里面去 其实他有一个八岁的女儿 留在中国 并没有出来 他的辩护律师 那一卷也说的话 其实在去年六月份的时候 唐娟已经是辞职 从军队医院里面辞职了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他说以前的这些照片 网上的照片的话 那是他辞职之前的这些照片 他说他基本上就是说 他并没有 他是向中领馆去全球援助 但是并没有要有意去逃走 所以这个是变方所提供的版本 另外一个案件的话 是在俱加哥附近的 有个城市叫 郭伦比亚 郭伦比 郭伦比 他认罪的话叫陈丽 昨天的话向联邦法院认罪 他当时的话 他跟他的先生周语 在Ohio一个机构 叫全国全美儿童医院研究中心 里面他做研究实验研究 他最重要的话 是他的课题是属于早产儿的这些研究 属于外密的研究 这种的话 他被指控去年7月份的时候 他想拿起这些资料里面 要回国去 其实的话 他这两个夫妻俩 都是属于对小儿 小孩子这方面的早产的研究的专家 他们在 他被指控的话 五项罪名就窃取这些科学的相应机密 因为这个机构里面的话 在Ohio的话是获取到美国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 但是的话在2015年的时候 这夫妇又在国内的话设立一家公司 以后也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的支持 也参加了 他申请了参加那些千人计划类似的这种 这个补助 所以他这个部分 他同时的话 在美国又设了另外一家公司 也是做生物科技这方面的产品的 在过程之中 他们使用了很多这些联邦政府资金资助给当地 Ohio这家研究所的一些资料 他下载了 以后使用给中国的公司 还有美国的公司 他以这个罪名的话 当时被指控的五项的相业机密罪 但是的话他昨天认罪的话 是认共谋报窃相业机密罪 还有wire fraud 这是电讯抵炸罪 其实在联邦政府里面 所有联邦指控的话 他要证实相业机密罪 他基本上的话有一定的难度 第一你要证实这个是相业机密 如果你是已经公开的 这个部分不像相业机密 但是相业机密罪里面的话 并且的话你还要证实 这个相业机密罪的话 牵涉到伤害到美国的利益 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这个定义就是说很广泛 他现在认识上罪名的话 认的是共谋切除罪 在联邦案件里面 最容易成立的就是共谋罪 conspiracy conspiracy的话是别人偷窃 你自己知道以后你参与了 或者是你没有做任何措施 去去跟他脱离关系 这种情况叫共谋罪 共谋罪里面的话 常常就是联邦案子到那边去 他不需要证实相业盗窃罪 相业间谍罪这方面的成立 只是说你知道有可能怀疑 他有触犯了这项罪名 你提供协助 所以这部分的话 他认的是conspiracy 这个罪名 另外一项罪名的话 或者是money laundry 这个部分 你知道有理由怀疑 这个是违法行为 而是你透过电讯 透过internet 透过网上里面 然后汇钱 接收钱 存支票进去 这些东西都是属于wide fraud 联邦它有一个管和地 就是电话 电讯 internet 都是属于他管的 你知道这是违法事情 你提供资金 或者是接收资金 这个就叫死钱罪 所以他不像我们外界所谓的 就像黑社会里面的话 赚了很多钱 以后怎么样折袭 这些东西不是 money laundry 跟wide fraud里面 都是很简单 你知道这个是有违法的 或者有可能怀疑是无法的 你还是从中 以后协助 以后透过这种金融的渠道里面 只用了这个渠道就牵涉到 当然这项罪名的话 现在成立已经认罪 往往在认罪之后 在三个月到四个月期间的话 法官会做最后的裁决 一旦是认罪之后的话 他们会有一个所谓的sentence level sentence level的话 就是说它的几分 比如是这项案子里面 像这类案子有可能是牵涉到二十 sentence level 二十有可能面临五年到二十年 到十年 五年到十年过程之中 以后他的辩护律师会想办法说 他已经同意没收了所有的财产了 这个部分他已经是一无所有 惩罚已经够了 他上有老下有小 请法官的话 能不能不要判他按照分数的level里面去 在十年以前 这个联邦法官首次被绑起来的 一旦是分数的话是二十分 你就一定是要五年 最高可以判到十年 但是的话 后来的判例下来的话 联邦法官可以将这个国会所规定的 判刑量刑标准的话 作为一个参考 而不是一定要按照这个标准去 所以他的律师将来一部分他会 只中在 你看看的话 又去法官 不要按照这个sentence guideline来判 看看就算按照sentence guideline里面的话 以最低的惩罚 而不用最高的惩罚来判决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 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也是这个China Initiative 在两年以前联邦政府的话 设立了一个叫中国工作小组 所以FBI的director Christopher Ward 他也说的话 每十个小时就对中国的学生 有一个案件 目前的话 有五千多个这种相业间谍的案件 六成以上都是牵涉到中国 这也是他们打了政治牌 在选举这段的话 要证实 你看看的话 就是中国不择手段 透过这种访问学者的方法 窃取美国的call科技 这也是做一个political statement 这样子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这个星期的邓洪说新闻 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好 dope 对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